昨天8月29号下午,华夏航空班机架阿克苏机场冲出跑道,四名旅客有轻微擦山。 事发后,新疆阿克苏机场跑道短时间关闭,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。 29号下午,这架飞机执行完新疆库尔勒至阿克苏航班落地后,冲出跑道,飞机群带沙石一面上。 这架飞机上,机组成员有9人,旅客有64个人,在特别列宾中,四名旅客。 现场视频是飞机中部驿上的紧急疏伤拆门打开,飞机整体完整,现场没有着火等情况发生。 有人说原因是跑道开滑的人,但这架是人们跑道开滑。 新疆阿克苏机场是人们跑道,边号是$09.7,正好是东西巷的频道。 本视频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广州大运国际机场,这个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。 越来越低了,飞得越来越低了。 然后这是在机场围团外面开的,这是中国南方航空。 这是傍晚时分在白云机场西边围团结村土被开的,这个飞机马上就要起飞。 现在转向上飞机,像灯光也亮起来了,天越来越黑了。 然后这里是在机场高速上面,飞机从下面黄火,机车在上面。